分成兩隊玩起象棋 翻開牌子卻沒有車馬泡 而是屍體內的動植物 由食物鏈來決定輸贏 另外還有幫貝類找另一半 以生態為出發點的新鮮玩法 讓小朋友玩得不亦樂乎 那小朋友來做戶外教學 其實也一樣 沒有人帶的時候 他們是看不懂 這邊有什麼有趣的東西 那我們是透過這樣的遊戲的方式以後 把這邊常見的鳥 這邊常見的螃蟹 這邊常見的魚 貝類 還有海濱植物 包括這邊的民俗信仰 文心宮的部分 它是海洋方面的信仰 它是息息相關的 透過遊戲的方式以後 讓孩子們去探索去體驗 然後去發現到這個地方 原來有這麼多豐富好玩的東西 這場闡關遊戲 是為了讓海洋教育推廣向下扎根 也行銷高美失地美景 因此高美觀光文化促進會 特地舉辦勇闖高美101活動 要台中市的學生一同參與 活動內容一共安排30個活動關卡 全都跟高美失地有關聯 今天我們看到一千多位的小朋友 從我們台中市各地來 這是很難得的一個海洋教育 失地教育 自然生態教育的一個扎根的動作 那我相信來過高美參與過活動的以後 他會尊重這一塊土地 現在我們跟孩子教育 高美失地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 還有很優秀的一些生態的背景 相信說我們這樣向下扎根之後 高美失地在未來的幾年 還有未來的建設的配合之下 一定是最有名最好的一個觀光休閒區 主辦單位也提到 透過遊戲方式加上解說員的說明 讓小朋友邊玩邊學 不但能清楚記住 失地的生態環境 也希望他們都能成為 保育失地生態的生力軍 記者中文會台中小報導 我們會做完美的 塊錢 好 我們會做完美的 我們會做完美的